再来看大陆的本土疫情也有升温的迹象 南京市在对路口机场人员例行性的检查当中 发现有地勤清洁人员染疫 随后再针对了机场周边社区 还有曾经到过机场的旅客进行筛检 在21号 22号两天下来 南京确诊累计有23例 另外广东跟辽宁也有通报相关的关联病例 而下一阶段南京将展开全市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大马路上看不见镜头的核酸检测队伍 南京路口机场爆发本土疫情 周边社区接到居民都要筛检 连着21号 22号两天确诊已累积23例 在对工作人员的例行核酸检测样本中 发现了有阳性 涉及的人员主要是地勤人员 机场在例行筛检中发现疫情 当下至少取消480架航班 旅客到机场才知情相当错愕 现在走不了 现在就是飞机没起飞 然后通知我们这边有疫情 然后就退票了 机场随后公告 21号起所有从路口机场出发的旅客 都必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并且追溯14天前到过机场的旅客 结果广东和辽宁也通报相关病例 机场疫情扩散 南京接下来准备全市大规模检测 我们把所有的就是包括我们的机身采样点 增开了临时的采样点 并且对这个运产 老年人啊 我们提供了优先的这种通道 要担忧疫情反弹外 面对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要在前往武汉 进行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调查 大陆国家卫健委22号特别开记者会 拒绝此项要求并发出严厉抨击 因为在这个计划里面将中国违反实验室 规程造成病毒泄漏 这个假设作为一个研究重点之一 从这一点上我就能感觉到 这个计划里面所透露出的 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 这样一种态度 大陆认为在3月公布的病毒溯源报告 已经排除实验室泄漏病毒疑虑 如今又翻盘 此外针对世卫指中方 不愿意提供原始数据资料 卫健委官员也有话要说 其实给你看了 我们共同分析了 我们以为这就是提供了 只不过不让你把这个数据带走 我们深刻感到惊讶 其中的位置是责任的 美国呼吁中方交出资料 配合调查 病毒溯源成为中美另一角立场 但无论如何 抗疫脚步不能停下 大陆疫苗进入未成年施打阶段 首都北京也宣布 要在暑假前完成12到17岁 过高中生接种 打完疫苗之后父母也比较安心 然后打疫苗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殊感受 跟普通打针一样也不同 大陆提供给未成年接种的疫苗品牌 有国药和科兴 而香港未成年接种是提供辉瑞BNT疫苗 近期三名青少年在施打第二季后 出现心肌炎症状 香港专家表示 青少年接种后出现心肌炎 都数轻微 一般靠休息就能痊愈 而香港本周原本很有机会公布第三针施打计划 但在卫生防护中心 旗下科学委员会讨论后 认为研制过躁 我们不是因为有WHO或者国际的压力 而不向香港推荐打第三针 是基于科学 是基于我们自己第一块饼 第二块饼都没吃 为什么说吃第三块饼 当前香港80岁以上长者 接种率不到百分之五 专家认为应该先全力凭完成两季的施打率 第三针计划将延后到两三个月后 再来讨论 TVBS新闻综合报道